本视频由无险原创制作 直到后面设备慢慢先进 才没有将粪便直接的跑到铁轨上 那么同样作为交通工具的飞机 因为是飞在天上的 银行还不发达的那几年 是不是也像绿皮火车那样 直接将粪便从空中泡散而下呢 的确在早新飞机刚刚普及的时候 因为设备还不完善 加上为了减轻飞机的起飞重量 那个时候的飞机是没有专门安装收集 处理粪便的装置的 所以那个时候的粪便 从天上掉下来的情况也是实有发生的 就连《走进科学》的某一期中 都播出了村民将天上掉下来的蓝兵 当成包治百病的无根之水捡回家了 其实这里的蓝兵就是经过 简单处理后凝结成兵的小便 当然了这样的场景说起来的确有点恶心 近年来世界各国的航空技术都不断发展 每天至少有数十万辖飞机 从人们头顶的高空呼叫而过 就算每个人大便一次 那个量也是有点吓人的 所以现在的飞机基本上都配备了专门的收便装置 现在的飞机厕所基本上都是真空马桶 强大的吸力可以将粪便吸到专门的处理系统中 等到飞机一次航行的终止 自然有人专门处理这些人粪尿 所以坐飞机的人不必操心 是否能通过飞机厕所的空洞看到蓝天白云 在地上的人也不必担心 是否会被从天而降的粪便砸到了 说到底这些都是科技发展 带给人类的改变和福音啊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